前面说了44号墓深受盗墓者的青睐 墓顶墓墙 墙壁地砖都被盗墓者撬走大半 不难想象 连地砖都被撬走了 你还能留下什么呀 那么44号墓 像一座神秘怪墓的身份 最终还能水落石出吗 清理完了前途 整个墓葬的结构也清理了起来 虽然考古队员们 之前就知道这座墓葬 也未如一般 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 整个墓葬的结构之后 还是静待 这座墓葬比他们想象的 还有大得多 这座墓葬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来 它是前世的南京两色的挡墙 挡墙平均呢 我们看前里就能够撤起来 这个昆昆墙 整个墓葬由墓葬 原是后世 而是永到 北色是南色式的墓葬 并然是一套定家豪宅 这套豪宅的主人 到底是谁呢 给什么来头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林边上 用了一座如此高等级的所谓豪宅 没有准备这些地方 就必须能够把我们的路上所谓的问题 是正常的 八字算命书 亚诚八字命书 最近已生成八字生产的一门章谷书 赞巴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21年的照片 战场八字算命书 一家风雪 零屠法治 道长危机 20882988 这如您看到的 目中空不幽 是正在几个林医生的朝鲜 无从假走 那怎么了 回来开始就是一件病 就爆风了 原来开始呢 就是从这些条件呢 已经全被打掉 在地上一层 然后这个 这些条件 修复了 就是达不上的这个 气候都在这儿 这儿收复了 发掘工作进行到这儿 考古队员们都有一些心灰意冷了 24号墓 大归大 那是蛮大的 能有机会发掘 这样一座墓葬的话呢 也的确机会难得 可是眼下这座墓葬身上 一雾重重啊 一雾东西 空无一雾 让所有人都可能是束手无策 怎么办 灰心归灰心 考古队员们还是打起了精神 开始全面发掘 44号墓 看到底有没有 能不能够 就能先发现 结果云坛怎么着 虽然说整个墓室都快被盗墓贼帮空了 但可能是因为墓室实在太大 也可能是因为排葬品太多 还有可能是因为有些东西盗墓的墓室 看不上没拿走 结果还真让曹古队员们 见了几个小漏 发现了几件文物 那么新发现的这些文物里头 有没有什么线索能够帮助解开墓室人身份 真正名 这是南车时发现的潮汐 估计当墓的看不上 嘴手就扔在这了 这是前世发现的溜金铜带高和铜权 是近今为止 墓室中发现最贵重的两个文物 显然对这文物上都没有任何的线索和信息 这让曹古队员们对于解开墓室人的身份谜团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毕竟盗墓者都会把这个墓绝地干准了 他们也很难再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又在这个时候 事情往往是绝处逢生 开始风归路软 在后世发现的科目学员们 他们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 这个就在后世千里的过程中 我们就在后世的北侧 北侧的天中的部分 我们就发现一名印章 印章 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知道 一般墓葬当中出土的印章 上都会刻印着持有者的名字 而且印章的持有者十七八九就是墓主人 那么四十四号墓当中出土的印章上头 会不会也刻印了墓主人的名字呢 这就是后世当中发现的那些印章 正面是正常的坚长只有两个亿点 这边想想 后果翻过的信息 一直在路过来 上头第一个是刻印文座上的 或者是什么文座 不不意外的话 印章上头刻印的文座 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了